首先我們就先示範一次給各位看喔 那你先找到就是這個蝴蝶的 好我們找Butterfly 你看一下 那你盡量要找正面的啦 找正面的才比較讓我們切開這個還可以 但是這一種的如果你是像這一種就不行了 因為我們要把它分成兩半 所以這個部分你要先找它有沒有適合 當然你可以加上一個什麼 不要忘記你可以加PMG 這樣子你找到的蝴蝶就會比較乾淨一點 記得這種的不要被騙了 假的 這個是假的應該知道吧 縮圖就會有的一定是假的嘛 所以你就找這一種的或這一種的 好那你找到之後呢 這個太大了八千 八千 顯然這個拉上來 可以啊 可以這樣子拉上來啊 你不會嗎 沒有我是說八千可以啊 八千 八千是跟八千有關係好嗎 有成報的喔你必要 好中景的 好我就找這個 OK找到之後 你等它 我就把它存起來 反正這個沒有去背了齁 所以其實我直接複製了 OK 我就來到這邊 開一個新檔案 進去 貼上去 好你先把它去背一下 這裡 這裡關掉 那這個去背 對各位來說太一級了 魔術棒就好了 這樣就去好了 那很重要的是在這邊 就是我要把它一分為二 那一分為二的話呢 你可以用標準的 也可以用牧師的喔 比如說我到這邊 大概差不多到這裡 好那我有一個重點 在風效裡面 你在準備設素材的時候啊 請你注意一下 你必須要在什麼 選取工具 這些都是選取工具 有沒有 魔術棒也是選取工具 請問移動工具算不算選取工具 不是喔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這個 是因為 如果我這樣子 我要把它切成兩半 切成兩半 你如果用剪架 貼上 你有沒有發現 貼上的預設是放在正中間 你要不要自己再移回來 要 對不對 所以我就不會用這種方式 那你說有什麼別的方法嗎 有 你看 只要你是在選取工具 我按滑鼠的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 剪下的圖層跟拷貝的圖層 這兩個就不一樣 因為呢 剪下的圖層你看一下 看下去 你注意一下我右手邊 有沒有變兩個圖層 有沒有位置一模一樣 所以你知道差別在哪裡的嗎 一般的剪下貼上 它會在哪裡 貼在畫面的正中間 所以 拷貝的圖層 剪下的圖層 會在原地貼上 這樣就少人 重新移回去的動作 這樣有沒有了解 但是前提就是 你必須在什麼 選舉工具按右鍵才有 你如果是移動工具 很抱歉按右鍵 沒你的事 這樣了解 這樣有沒有 兩邊翅膀就有了 這個我就不用了刪掉 所以呢 這裡我不用分 這個是左邊的 左邊的 這是右邊的 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把它 存成TSD之後 交進去就好 這樣也可以 好 當然如果你要再更進階一點的 你可以把它直接變大張 什麼意思呢 因為呢 我們看一下這裡 你可以看到我們做好的這個動畫效果 是像這樣 對不對 有沒有下面還有兩個板子 這兩個板子 你要在Photoshop準備好也可以 進AE準備也OK 所以如果說 我們以前 有沒有跟各位 剛開始的時候 有帶各位把那個 相片拼貼的 就是直接在PSD Photoshop準備好 然後存成PSD 就調進去 就準備好了 所以我也可以這樣子 那你看 我在這邊 剛剛這個尺寸 並不是標準的 所以我就來這裡 影像裡面的 版面尺寸 這個變像素 我如果要做1920 乘以1080 請問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 對不對 我只有把它放大 好確定 現在 我往後退 往後退 這樣有沒有就是一個 我們標準 影片的大小 那你要在這邊 把板子加進去 也OK 你就用標準的 這個 這樣放進來 你就上一個顏色可以嗎 對不對 上一個顏色 好 假設我不要也沒關係 我就準備這兩個翅膀就好了 這樣一個中文一個英文怪怪的 所以我還是把它 好這樣 左右有了 我就把它存成TSD就好了 儲存 好 就叫Butterfly好了 好 好 確定 現在呢 我就直接進到A1 把它叫進來 按右鍵 Import 這裡 找到Butterfly 但是注意進來 我要把它變Compensation 有沒有 而且要維持它的 那個Layer Size 這個方式好像跟我在 教學編歷史是不一樣的 但是沒關係 意思都一樣 這樣進來了 塗層在這裡 兜兜 有沒有的素材就準備好了 對不對 我就不用重新再開一個新的合成 好 那有了這個之後呢 等一下 這邊 就把它變3D 好 變成3D 然後 我增加 形狀塗層也可以 你看這邊 我們很久沒有用形狀塗層了 形狀塗層是像樣的 Shift layer Shift layer Shift layer 基本上是跟 就是PoloShel裡面的形狀塗層一樣 那你就用這個 也OK 我也不管 對 好不用有邊框 不用有邊框 要怎麼調 只點到這個數字這裡 不是 是點到這個字上面 有沒有這裡有一個叉叉 對不對 點到那個 這個字上面 好 甜色要有 所以我留著 但是呢 顏色我改變白色的 我就來 一個 小一點的 好 這個 這樣有了 然後我會把它變3D 把它變3D 把它變3D 好 這個 我們就 幫它命名一下 這個是上方的 這樣 然後我把它往下拉 放到下面 這樣是不是準備好了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再多一個 就Ctrl加D 複製 OK 一樣 幫它命名一下 這個是下方的 好 可是呢我需要大一點點 現在看不出來沒關係 反正我有兩個 只是因為現在是一樣 但是因為我們變成3D了 你可以變兩個view 有沒有 變成3D之後 大家預設的力軸 深度是不是都一樣 對不對 所以我要把那個前後 要怎麼樣 我的前後 是要把它稍微拉出來 所以 我現在就把 看你是要把板子後退 還是蝴蝶翅膀 往前都可以 都沒有關係 所以我把板子後退好 板子我往後退 往後退 好 這個 然後上面的 可以的 我現在再換下面的 再後退一點 再後退一點 這樣 有看到了 所以 我現在素材就是這個 蝴蝶 準備兩個翅膀 然後呢 在這邊 這裡的話呢 我就把它變Caston View也好 這樣有沒有看得比較清楚 Caston View 這樣 你這樣子 點到它 點到它 是不是看得比較清楚 所以這個是我們 在準備素材之後 你可以做的方法 好 那你也可以就是 我Photoshop那邊做好 叫進來之後 再一個一個丟進來 再弄 也OK 好 這個是先跟各位 分享一下 你在準備素材之後 先這樣子 那待會呢 我們就要把 燈光啊 攝影機啊 再把它加進來囉